娱乐第一眼 娱乐第一眼 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娱乐第一眼 郭富城和方圆 现在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 郭天王现在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爸爸 面对着一家子的女性呢 她可是越来越温柔了 前段时间有传郭富城 想要给方圆很多金钱 然后呢让老婆生儿子 不过 郭富城啊就主动表示没有这回事了 看得出来他们夫妻俩非常恩爱 得到老公这么霸气的回应 方圆也是很开心 近日他穿着一身名牌 和妈妈一起带着大女儿出去逛街购物 两岁女儿在商场突然开心跳舞 看来是遗传了爸爸郭富城的天赋 方圆自从怀着二女儿的时候 妈妈就来到香港照顾他 郭富城租住了豪宅 让岳母岳父居住 平常方圆和妈妈就在家照顾两位女儿 而近日他们母女俩呢就难得带着两岁的圈头 出来逛街放松心情 当天方圆明显是经过细心打扮 她也帮女儿打扮得很可爱 女儿穿着红色连衣裙 看着就像一位小芭蕾舞演员 她和妈妈各抓着女儿的一只手 圈头感觉啊像是被吊起来了一样 身为天皇小的方圆 现在出去逛街可是一身名牌啊 单单背着的包包就是价值10万元的名牌包包 方圆随后进入了一间名店去购物 她很快就看中了一件白色外套 随后在店员的帮助下穿上衣服 而女儿则由自己的妈妈照顾 婆孙俩呢就在外面坐着 原来方圆看着这款白色外套价格是18500元 价格并不便宜 不过有郭天王给的信用卡 相信这些对她来说都是小钱 两岁圈头很快呢就坐不住了 她在那里手舞足蹈 最后呢隔着橱窗开始呼喊妈妈回来 看着相当活泼可爱 在女儿的呼唤下方圆立刻放弃买东西 她出来重新牵着女儿的小手继续闲逛 当看到商场的圣诞铺之后呢 女儿就马上走过去求合影 而方圆呢就弯下腰帮女儿拍照 两岁的圈头啊 不愿意离开在那里开始跳起舞来 而方圆呢就用手机拍下 女儿跳舞的样子 女儿这么有表演欲 看来是遗传的爸爸郭富城 而且这么有跳舞天分 看来也是遗传的郭富城的天赋 近日有网友在香港中华夏年华游玩时 偶遇郭富城老婆方圆带着两岁的大女儿圈头一起玩耍 方圆原妈妈和女佣也在一旁陪同 当日大约下午五点左右 方圆和女儿圈头穿同一色的外套 脸如母女装来到游乐场 网友表示 当时看到方圆戴着帽子 看上去好像没有化妆 网友说看她的样子也很漂亮很清纯 现场有些人都认识她 方圆母亲看起来也是非常年轻 身穿阔腿裤搭配小乡风外套出镜 以卡通图案卫衣作为内搭显得格外简灵俏皮 一副走在时尚最浅沿的模样 也是活出了这个年龄状态最美好的样子了吧 陪伴女儿身边还能看着娃长大 管家还有保姆帮忙 自己也不用过分的操劳 这才是人生一家呀 同心外面的方圆整个过程中比女儿玩的都多 可能也是为了拨母亲一笑 方圆玩起来也是超卖力搞笑 一旁母亲带着C宝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了 而C宝反而有点不耐烦 拉着姥姥的手脸却摆在另一边 身穿白色娃娃衫 上衣扎着俏皮小辫子 小公主发十足 方圆身穿白色针织衫 配长筒靴出镜卖力奔跑的样子有点模糊了 不过素颜状态依旧特别好 肉嘟嘟的小脸搭配精致五官 看起来年轻又俏皮 最近频频大方露出的方圆 也是没有像往日那样遮掩 似乎完全忘了换了一种生活态度呀 人前大方秀素颜 还一点不拘谨 活力十足的药嘴 逗得老母亲笑容不断 画面温馨永爱 天下娃娃都是一个样 不知道为什么小C宝 似乎显得有点不乐意呢 撒起脚来啊 也是两个人都劝不住啊 而这又是方圆和郭富城的第一个娃 看到这样一家子啊 一家人呢 也是只有宠溺的份了 一旁保姆也是完全包不上忙 在网友曝光的视频中 方圆走到一个鞋台前 想与女儿一起玩 不过女儿太年幼了 不太懂玩什么 但是方圆呢 就如同小朋友一般 自己走过去玩 还助跑几步走上去 与其他在场的小朋友一起玩 网友说啊 见他跟其他小朋友都很融洽 他好像呢 小女孩一样活跃 自己比女儿还能玩 他都挺有童真的 至于女儿Trento 则由外婆紧拖着 站在旁边看妈妈玩 后来方圆跟方妈妈一起 拖着女儿走上鞋台 小Trento呢 差点是坐在地上 网友还表示啊 Trento好可爱 他和外婆和妈妈 都是用普通话对答 网友更因为这次相遇 而对方圆有所改观 他说 以前对他没有什么好感 觉得他有点做作 不过这次见到他呢 又不觉得是这样 他从我面前经过 见到我拍照 他不仅微笑 还站在那里让我拍 都觉得他很nice 都有点改观了 今年54岁的香港天王 郭富城 与内地网红方圆结婚后 努力造人 两年爆俩 近2017年 收了大女儿 大宝Trento后 去年4月 方圆再为老公 诞下又女儿宝 Charlotte 更有传 二人会继续生完孩子 其实方圆和郭富城 之前对于两个娃的 保护工作做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最近呢 两人似乎已经厌倦了 这种遮遮掩掩的状态 前不久 一家人还带着两个萌娃 直接到沙滩游玩 同样是一大大方方 就连郭富城都没有戴口罩 小子一把更是被拍到了正脸 继承了爸爸妈妈 优越颜值的他 出落得十分水利 身穿粉色衣服 出镜超可爱 嫁给天王郭富城的方圆 从一个不知名的小网红 摇身一变 变成了天王嫂 也成为了众多女孩 羡慕的一个 婚后方圆也当起了全职太太 偶尔和郭富城一起现身 也是满身国际大牌 越来越有大明星气场了 虽是以全职家庭主妇 却一直没有远离时尚圈 一身蕾丝长裙 搭配沙网格的文貌 名媛饭十足 面对自己喜欢的时尚领域 方圆也是经常抽空 参加一些活动 不得不说 天王嫂气场 的确已经从网红蜕变 身穿一套白色西服套装 外批妥子大衣 优雅大气 简洁干练 气质真的是高级了不少 而且可能是受环境影响 以前的网红风造型 现在也变成了港风 气质女神的风格了 真的是大变样 不过惹人羡慕的 还是三年生俩 依旧是没有变形的苗条身段 一身西装 还好有垫肩撑着 不然啊 看这个纤细的小蛮腰和猪肝腿 真的是撑不起衣服 由于二人身份地位 差距悬殊 方圆天王嫂的身份 也是总是备受争议 看到她戴娃这么活泼 有网友打趣道 我要是像她这么有钱啊 我比她还活泼呢 还有网友吐槽 找了一个女儿年龄的小姑娘而已 还有网友对方圆的衣贫吐槽 戴帽子显得好成熟 一些香港网友也表示了 乡土味很浓重 其实方圆婚后 长期定居香港 她的生活的确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连父母也从安徽五湖农村老家 搬到了香港住 顺便帮忙照顾两个孙女 去年圣诞假期方妈妈陪着女儿 女婿一起去香港赤住海滩度假 除今前方妈妈还跟女儿女婿一起抱着孩子 去吃火锅店吃麻辣火锅 这一次呢可能是郭天王忙着赚钱 戴娃的重任就交给了方圆和方妈妈 郭富城的妈妈已经到了冒叠之年 而且据郭富城的透露 她的妈妈身体也是常年不好 戴孙女早已经是有心无力 对比而言 方圆比郭富城年轻22岁 她的妈妈也只有50岁出头 与女婿郭富城年龄相仿 戴起孩子也是有心有力 如今看到方圆也如同小孩子一般 同性为女 这样看老夫少妻的家庭也是挺幸福的 前不久 郭富城夫妻两人一起献身马场 方圆一件小乡风外套 配黑色那一搭和小黑裤 复古端装很显成熟 而郭富城呢 嘴是西装革履配油头 黑框眼镜 丝丝纹纹纹的很浅灵 一个显成熟 一个显年轻 以至于两人同框向同龄园 方圆和郭富城这一路走来 遭受了不少非议 但两人顶着压力 将生活过得十分甜蜜 经常都被拍到牵手逛街的照片 超好的心态和对彼此不变的爱意 还是令人十分的羡慕 希望两人一直幸福下期 也愿他们将来呢 能够儿女双全 如今方圆还把自己的爸爸妈妈 带到香港居住 也难怪 2017年他结婚时 乡亲们都夸他努力用命好 看到他们一家这么幸福 希望这样温馨的画面呢 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吧 就是在这一天 新闻人的学校 各地的学校 各地的学校